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没用 三哥 你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不知崔公亲邻 一定是有要事吧 难道徐令君还不知道 今早 丞相把五官中郎将和他的蜀臣司马懿 下遇大利司牢狱了 崔公所言 在下已经知道了 徐令君 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在此安坐 在下以为此乃丞相家事 不便多言 中郎将虽然是丞相之子 但事关利处 乃是国家的大事 中郎将因为一件小事便获罪下狱 这是乱罚 这正是我等大臣要仗义直言之事 令君又岂能置身事外呢 崔公一片忠心 令在下惭愧 但是朝野上下都知道 丞相素来是宠爱平原侯曹植的 此时若是我等多言 恐怕会是火上交友吧 令君 或许你尚不担心 我可是远看着袁绍一路如何落败的 若非袁绍阴爱立四 两位公子同是曹哥 大臣人心离散 丞相也难以收复河北吧 如今 曹匹谨慎持重 有人君之风 曹植呢 年少天真 胆大妄为 丞相若是重蹈袁绍的覆辙 那岂不是又要再来一次天下大乱吗 令君必行 我和丞相算是庆庭 领君不好向丞相开口 我去 崔公留步 崔公 请说再下一办 不瞒崔公 今日再下一支如座侦战 等的就是崔公赢这番话呀 等我 好 诸位 都请出来吧 你们这是 叔叔说 这天下 丞相只容得一人 能为五官中郎将开口 就是崔尚书 崔尚书不治 叔叔不让我等去呀 领君 单凡为国为公 你需要在下说一声就是了 你何必在此哭作等候呢 领君这是不信任我 认为我会因为儿女私情 因此废公 崔公 在下岂敢不信 实在是崔公一句话 胜过我的万语千言哪 只是此事 烦恼了是崔公 对不住的也是你 领君 说这话是逼驳我崔岩了 我这就带着朱公 去向丞相建岩 过不出叔叔所谅 崔尚书真的来了 嗯 为国为民 耿界无死 清河崔氏 百年奉范啊 嗯 出叔不去吗 不是我不想去 只是去了 只会给五官中冷江 增加麻烦 嗯 叔叔保重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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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 想尊夫人了 梦到了 说起来 尊夫人还跟我打过一架 在下带卓京 向公子赔罪 公子 公子 这是作何啊 一字即日 一日一字 我现在度日如年 重大 你说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 若从今日算 要是超出时日的话 就要等丞相征荆州回来了 父亲攻打荆州 多则一年 少则半年 你听过这全天下 有在牢里做半年的世子吗 公子安心 朝臣们自会替公子求情 你凡事行三步 彼此退路 不能全无安排吧 把你我二人的性命寄托于大神们的求情 这贝水一阵 没有三步 行了 你我现在活父与共 就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典故了 说 除了你 我还有什么指望 夫人 夫人 你想你夫人想疯了 不不不 公子 我说的是汴夫人 真夫人和国夫人 不不不不 百分之旅 为何人 真夫人 也必须要的 负水一阵 一番大都要了 ひな 远离 你 他要是 非常厉害害 nessa 岳 岳 丹岳 丹岳 夫人 见过二位夫人 小人 后见二位夫人 起来吧 谢夫人 下去 你肯来见我 我很感激你 五官中郎将因为不杀你 被丞相下狱受苦 我想求你一件事 夫人 五官中郎将应不杀小人而获罪 小人这条命就算是为中郎将而死 也是应该的 所以夫人胆请吩咐 我只需要你去跟丞相说几句话 你放心 我会求丞相夫人暗中保护你 丞相绝不会责怪于你 老公 这是夫人给你的 夫人 小人绝不是为富贵而来 你看清小人了 求母亲救救子还吧 你先起来 你怀着身子 你怀着身子 就不要再被这事奔波了 母亲 父亲马上就要 老公 什么